很多人都说白菜价白菜价 白菜能有多便宜 白菜还要两块钱一斤 咱们的这个Other还才一块钱一斤 所以以后就说Other价 Other价 一次性的买了五根 咱们要来做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Other 让你吃了 还想吃 先把叶叶刮下来 颠颠撇下来 这个拿来等一会儿晚上做一个呛炒Other 像真子的Other一块钱一斤 你们觉得划不划算 Other的话一定要买这种带一点点红色的 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好 当然价钱的话 也要稍微比那种白色的 贵过一两桌钱一斤 Other不管你怎么吃 第一步肯定都是要把皮削掉的 因为这个皮吃起来跟牛草一样的 全部都削皮洗净的来切一下 再来切片 切条 从中间给它一分为二 这样子的短点条 切好的Other加入一勺盐 搅拌均匀搅拌均匀的 先给它腌制出来 主要就是把Other的水分腌出 这样子吃起来才会更加的脆 趁烟Other的时候 咱们终于可以休息哈喊了 说实在的 最近一段时间 基本上每天都在忙着灌香肠 晚上还要加班灌香肠 坐下来就感觉心里面特别踏实 真的太累了 所以说这个钱真的是不好赚 没有想得那么好赚 我以为卖点香肠这个钱可能会很好赚 结果整的自己是筋疲力尽的 Other腌制好过后看到没有 下面全部都是水 并且很轻松的就能够这样子弯过来 它还不会断 就算腌制好了 O 用漏勺把水分过滤掉 再用清水稍微清洗一下 主要还是把它的寒味洗去 再来腊入这个大盆里面 香醋来一点 生抽酱油 最好的话是用薄盐生抽 避免太寒了 汤 三个小勺 这里是我们之前做的剁椒酱 如果家里面没有的 超市里面买上一瓶就可以了 它既有酸味又有辣椒的辣味 还有香味 想学自己做的 也可以翻一下我网期的视频有详细教程 来上个三勺 这样子才有剁椒酱的香味 给它活转活转的 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有食欲 一定要稍微多搞一会儿 把这个糖给它翻拌化 用保鲜膜给它封起来 喝到冰箱里面 冷藏腌制过四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现在天气比较冷 常温就行 之前腌制的窩子腌制好了 先舀一点出来 整来下个饭 咱们今天的腌窩子就做好了 真子一次性腌出来 可以吃过三到五天 但是也不要放得太久了 太久了窩子全部变趴 没有这个脆爽的口感 吃起来就是一个开胃爽口下饭的味道 方法也是超级的简单 大家喜欢吃这样子开胃小菜的朋友 就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自己试着去告一哈 不喜欢吃的你就只有免费看完 三勾 一个开胃小菜一个蔬菜 全部都是剩菜 剩菜也不平 剩汤先整一个香碗 嗯 八十点 嗯 八十点 窩子超级的脆 盐味也是相较好 小家伙今天放不下去了 放下去他要哭放在床上 吃得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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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这种菜就和四川泡菜一样的 开胃小菜你要吃吗 嗯 我才不吃 嗯 我现在长大了 身影也大 才50多天 美好搭点 嗯 中文字幕提供